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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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旺角的一個大型商場 周北市也有不少年輕人拜訪 這是全亞洲第一間 以XR即彈展實境為主題的恐怖物室體驗館 XR的體驗館其實有三大元素 AR、VR和MR 這三大元素就是三種不同科技的體驗 我們用了一個恐怖主題的遊戲體驗 讓別人感受一下 例如它過了三關 就可以知道原來真實場景 現實和虛擬可以這樣混合得到 唉… 每間物室都有不同的電玩器材 好像在AR物室中 玩家可以利用手機找案件的線索 這邊角落頭有個鬼 整個故事都是由專業的電影編劇團隊製作 充滿本地特色 來到第二個物室 參加者就要戴上VR頭盔 拿好擁控器 啊…死了啊… 啊… 眼前的浴缸滿佈血跡 不過原來戴上VR頭盔之後 看到的東西更恐怖 去到最後一關打大佬要戴上特別裝備 一個經過改裝的MR 即是混合實景的頭盔 將AR和VR結合 令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合併一齊 就做到即時去拍一個360 然後就透過景深那樣東西 可以去辨知到整個世界是怎樣 還有見得到現實 那這個是我們那個Mix-Up Reality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去90度至100度 那麼闊的角度 都可以看到一些虛擬的物件在現實存在 但是外面的 如果你就這樣買這些Mix-Up Reality 其實是做不到一樣東西的 至於可以看的畫面 就是會比較窄 做不到一個體驗 就是整個MR頭盔都是動畫 其實如果我是打驚機的話 就會跳出來 就代入不了遊戲 其中一個MR的遊戲體驗 就是當玩家在舉起手的同時 在頭盔所見到的 就會是司法的畫面 我死了 如果比較細膽 但又想體驗一下VR的樂趣 這裡也有一個體驗區 有十幾款輕鬆一點的遊戲 讓大家試玩一下 近年市面上有不少AR和VR的遊戲 和相關產品 產業發展逐漸成熟 但是MR的概念仍然比較新 在遊戲上的應用也少之又少 體驗館的負責人就說 在MR的硬件和軟件研發的開支 超過了一千萬 如果相比在VR來說 我們花了一倍多的時間 在就與MR的程式編寫 遊戲的設計 因為MR的遊戲都是近乎沒有 所以去到真正接觸玩家 體驗我們都改了很多次 令到整個效果、整個玩法 會更容易玩 而且也會好玩 他們又說如果這個體驗館反應熱烈 他們會考慮以加盟的形式 將XR的遊戲體驗 推廣到其他國家 在今個月初 內地工信部就正式發放5G商用牌照 是繼韓國、美國和瑞士之後 第四個國家 達入5G的商用時台 今集就和大家探討一下 5G怎樣和大家的生活食食相關 簡單來說 5G的網速就會快很多 有香港的電訊商的資料顯示 最快每秒可以達到3G以上 如果用來做直播的話 聲稱即使是4K解像度的畫面 亦都可以輕鬆傳送得到 雖然上網快了 但目前市面上的流動數據服務 似乎還未配合得到 早前一間英國電視台 就實現了全球第一場5G新聞直播 不過直播沒多久 影片就出現了起格的情況 甚至變成有聲母畫面 最後電視台就需要中短直播 那麼少人就推測 可能是5G的網絡未覆蓋好 或者是連線設備出現問題 但其實直播中斷的最大原因 是SIM卡的流動數據用光 他們的5G網速 最高是錄得每秒980Mbps 按照這個速度 10G的數據可以在11秒之內就用光了 在這個直播之後 內地就有電訊商公佈了全新的5G測試套餐 同市場上的4G計劃有明顯的分別 每個月有200G的流動數據 不過數下首次 大約10G的數據都可以在10幾秒之內用光了 相信200G的數據都只可以捱多一會 看來電訊商在推出5G流動數據計劃的時候 都要留意這方面的安排 5G除了令消費者 上網化更多之外 也都為其他領域 帶來新的發展機會 例如 內地近年就積極發展人面識別系統 中央電視台更加引述過 有2000萬個鏡頭 遍佈全國各地 又內地公司更加將公安頭盔的戶鏡數碼化 連接了5G的網絡之後 出現在公安周邊的人或車 都會實時上載到總部的天網 亦都可以對車進行掃描 拿到車主的資料 有助公安進行搜查 至於香港發展5G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早在4月 中央動已經在香港成立了5G聯合創新中心 另外獲得5G頻譜牌照的香港電訊 在6月中也舉辦了5G的科技加年華 展示一些生活或企業上的5G應用方案 而數碼通亦都透過外納訊的設備 在官堂進行了實地測試 無容置疑 5G的商業部署將會成為另一個熱潮 但香港市民何時才能夠真正使用到5G呢 由於電訊商在明年4月 才可以開始用到覆蓋比較廣的5G網絡 所以如果要廣泛使用的話 就要再等一會了 今集看到這裏 下集再見 〈CARS 〈CARS 〉 〈CARS 〉 〈CARS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